休息过后,堂杰干脆不客气的将剩下那些下品宝剑也全部碎掉 剩下的宝剑不多,肯定是不够的 堂杰只是想了想,就干脆将中品的宝剑也全都碎了 中品剑虽然不多,但质地高,凝聚的金沙也更加纯粹,更加大 在将它们也融入金刃后,堂杰果然看到,金刃传输灵气的效果更好 使用法术的威力又大了许多 无双斩的威力已经提升到三分之一了 看到这样子,堂杰狠狠心,干脆把那些上品宝剑也全都碎掉 一边碎,一边心里在滴血 这可是几亿的零钱呢,论价钱都能买盗兵了 当然,真要是把盗兵,自己也没能耐用 兵主的功法什么都好,就是太砸钱,消耗资源不好 怪不得,你在离经里不说用魂兵可以让金刃施法的事儿 你呀是不是不好意思没脸说呀 砸上品剑时,堂杰已经没力气了 还是本体出手,用冰子绝一口气全部碎掉 那个时候,堂杰才意识到一件事儿 好像一开始碎冰的时候,自己是一下子碎掉几百把下品剑吧 一下子碎了那么多,这位堂杰也是破天荒的头一回 他以前可是一把一把碎的 也就是说,自己的冰子绝好像在自己领悟刀意的时候 已经无意中提升了 由单体转为群工了 想到这儿,堂杰不由咧嘴笑了 很好 二百多把上品宝剑,就这么被本体破碎 随着一粒粒金纱的融入 整柄金刀看起来都有些不同 刀身上竟朦胧了一层淡淡的灵光 这在以前是绝对没有的 金刃有魂了 最终,堂杰留下十把上品宝剑 和那三把神剑没有破碎 这些也是剑种中最好的剑 其实已经不是有钱就能买到的 他们生前的主人 每一个都曾在本界留下赫赫声名 凝聚出的剑意强大无比 真要就这么碎掉 也过于抱殖天物了 堂杰打算将他们留下来 就算自己不用 也可以给予知交好友 又或者换些重要资源 原本三神剑还带着些高傲 轻易不愿向堂杰低头 不过,在感受到无数宝剑的消亡后 他们也被彻底降服了 尤其是在面对那金刃时 更是会有种战略感 金刃神威终于出现 此时的金刃虽然还不能完全发挥出竖法的威力 但是已经差不多能发挥一半的效果 神庭千变则是发挥到七成半左右 虽然术法威力降低 堂杰却已是极为满意 毕竟 他那无视防御法照的特性 足以弥补法术威力下降的缺陷 以后也可以继续弥补 堂杰手里还有炼魂珠 这东西他暂时不敢用 用于制造魂兵却再好不过了 或许制造出来的魂兵不如这些宝剑 但是质量不足 数量弥补 相信总能是最好的 唯一遗憾的是 其他普通的刀剑 堂杰几次打劫弄来的大量刀剑 本打算慢慢的全部碎裂成金刃 现在却是不敢了 在金刃达到正常比例之前 继续放入以普通法宝提炼的金刹 就好比是往酒里头掺水 只会让本已成气候的金刃重新降格 在碎掉一千多把宝剑后 金刃的形体大了许多 如今终于和断肠刀差不多大小了 想起刚刚碎掉的断肠刀 唐杰不由感到叹息 心有所感 看着那金刃 金刃受其心念驱使 竟是自动变形 渐渐的竟变得与断肠刀 一般无二 只是通体金黄 看到这里 唐杰心中微动 以心念促其变色 这在以往那是行不通的 但是这一次 情形有所不同 金刃竟渐渐变化了颜色 由金转黑 看起来与断肠刀再无二致 唐杰心中大喜 所有人都知道 他有金刃与断肠刀 向来也早有防备 但是新的变化 肯定会给所有人 带来新的惊喜 可惜的是 断肠刀上附带的 火鹰刀魂依然不见 否则 有此物驾驭 那就真是完美无缺了 一念及此 唐杰突然察觉到什么 一了一声对空抓去 就见空气中 一缕灵光显现 接着是一只火鹰残魂 现行而出 断肠刀魂 唐杰愣了一下 随即醒悟过来 断肠刀是唯一 非经他冰子绝碎裂 而毁掉的 正因此 破坏的只是刀体 刀魂却保留了下来 不过 刀魂无一 最终会消散 如果不是唐杰 正好想到自己的刀魂 只怕也不会察觉到 他的存在 此刻得回刀魂 唐杰大笑 不错不错 既如此 便重新给你找家吧 说着 将刀魂往刀身上放去 只是刀魂绕着金刃 转了一圈 却无法进驻 急得大叫 空气中 现出一缕一缕的火焰波纹 是了 金刃非凡兵 岂是而可入住 罢了罢了 以后 你就待在这儿吧 唐杰随手 祭出一物 却是断肠刀的刀鞘 那英魂 啼嘶一声 在空中绕飞一圈 终于不甘愿地入了窍中 以后 唐杰作战 这鹰刀魂就离窍而出 绕刀直飞 反正也不用他作战 就做个摆设 唬弄一下人就行了 随手将金刃插入窍内 从现在起 一把全新的断肠刀 就这样诞生了 羽雾山明见山庄 曾经的修仙门派 如今 却已成了一片死地 数以百计的尸体 横到山庄各处 将整个山庄 映得如同人间地狱 唐杰 凄厉而绝望的呼号 回荡天地 带着一位真人 全部的仇恨与力量 图山子 双目如血地 瞪着唐杰 血色身影 仿佛地狱中 走出来的沙神 肆意收割着 每一条生命 怎么可能 怎么会这么强 明剑山庄 在墨丘 虽只是小派 但也是有些底子的 为什么三位灵魂真人联手 却都被唐杰如杀狗般轻易地宰了呢 数百弟子联手 都不能伤其毫毛 就此丧生呢 图山子的心 已是彻底地颤抖了 他歇斯底里地大叫 唐杰 我们没有再追杀你 至少 曾经追杀过 唐杰冷漠地回道 右手刀一挥 又是一名弟子倒下 这已是他最后 也是最心爱的弟子 曾经 图山子无数次寄予厚望 认为他将来 可能突破明剑山庄的极限 成就化魂 将门派带到一个新的高度 但是现在 什么都没了 一切希望终成流水 图山子仰天大叫 为什么 没有人知道 他这句为什么 问的是什么意思 或许是在问 唐杰到底 为什么如此凶狠 或许是在问 为什么唐杰 还能逍遥到现在 也许是在问 为什么唐杰 区区托凡巅峰 就能灭他满门 总之 这已经成为他最后的话语 也永无答案 在发出那声咆哮的同时 他全力赐出一剑 那是他最善的一剑 剑意领然 剑光冲销 将剑之意境 发挥到了极致 甚至已经掌握了剑道的一丝门禁 领悟了一丝极致建议 但是这一剑 甚至未能使劲 便中断了 仿佛天际亮起的刀光 斜斜披下 带着一抹冷冽 带着一抹森然 同样也带着一抹 无法阻挡的威势 就这样 以划破苍穹之势 轻轻划过 剑断一指 断肠刀劈断宝剑 如切牛油般 切开了防御罩 视若无误的 刺入屠山子体内 图公 好走不送 伴随着唐杰冷漠的话语 金刃尖端炸起了一抹兴华 一团 两团 三团 一连十二道兴团 在屠山子体内炸开 屠山子颤了颤 低头看了看那刀 似有所悟 是 是刀 是刀 唐杰回刀 他抽刀 盗沟带出屠山子五脏 割裂他最后的生机 屠山子仰天倒下 一缕幽魂 从他的身体中飞出 飘飘荡荡 化作一棚黑烟 钻入一颗小球中 练魂珠 依依收起珠子 看向唐杰 唐杰大袖一甩 已将屠山子的尸体 送入了设计图内 转头道 烧了这里 这里所有的尸体 都被射了魂 天神宫里能人众多 必然会察觉到不对 所以 唐杰不能再像以前那样 把尸体留给对方 而是要一把火烧尽 只留一些残蛆给对方 当然了 这样做的附带好处 就是那些级别高的尸体 可以尽情地收入途中 使其成为途中天地的资源 而不必再浪费了 大火熊熊而起 火焰硬亮了整片夜空 堂堂一处修仙门派 就这样被大火吞噬 消亡 远远看着 唐杰难难道 想要足够多的魂器 就得杀足够多的人呢 幸运的是 这里现在不缺人可杀 几千人 多灭几个门派 够了 转身离去 小福山 山头上 一缕青烟正在鸟鸟升起 那是大火之后的鱼尽 曾经雄具此山的万全宗 已不复存在 唯留下的是一片残垣断壁 又是一家呀 站在那片废墟前 须明月发出一声无奈的低叹 在他前方 南宁江正负着手凝视观望 而再前方 是一批天神工弟子正在清理废墟 清点残骸 很快 负责清理的周芳华回报 检验完毕 半全宗总计人丁三百四十二人 妇如有一百二十七人 尸体总计八十三具 另有四十四具不明所踪 果然呐 南宁江并不奇怪 毕竟这已不是第一件 自从无双间隔之后 唐杰的行动模式 就出现了极大的变化 每次出手都必然纵火焚尸 毫无疑问 他这是在掩饰什么 可掩饰什么 南宁江不知道 但他知道 任何唐杰试图掩饰的东西 必然也代表着某种 对天神功不利的势态 此刻正思考间 远处天空 突然飞来三道人影 为首一人长袍大袖 看起来平淡无奇 但当你仔细注意时 就会感受到 一股无形的威压 压得你几乎抬不起头来 跟在身后的二人 则是一金山一银衣 各自持了一柄龙头拐杖 看起来老迈已急 南宁江 显然也感受到了这股威压 抬头望去 不由脸色一变 忙上前几步败倒 见过玄中大人 金银二老 真没想到 宫里会把玄中大人派来 这玄中子是天神宫老牌的画魂真人 地位尊崇 实力极高 虽然还未到天魁级别 却已是一位大人物 尊如一国之君见了 也要屈尊相迎 此刻听到南宁江的话 玄中子哼了一声 你以为老夫想走这一遭吗 实在是唐杰 最近闹得实在太大 而你们又迟迟没有进展 所以宫里觉得 家派两位心魔真人 也未必够 又加了我来 以策万全 南宁江 我且问你 为什么唐杰都已中了费灵散 你还是抓不住他 反而认他大肆杀戮 你可知 他最近已灭了多少门派 南宁江笑道 回大人 天下本无万全之法 唐杰虽中费灵散 却不代表 就一定会被我们抓到 毕竟费灵散 也有其不足之处啊 哦 说来听听 玄中子道 南宁江取出小瓶 秀了一下 然后手一挥 地图出现 代表唐杰的那个紫色物点 出现在地图上 大人请看 飞灵散 之所以可以被用来 寻踪拿技 不仅仅是因为 它能定位 最重要的是 它能和我的 浮光掠影相结合 如果没有浮光掠影 南宁江 南宁江手一挥 地图消失 众人眼前 出现了一个紫色的雾迹 南宁江指着紫雾道 三位大人请看 只凭此技 可能确认唐杰的位置 玄中子和他身后的金银二老 相互看了看 同时点头 的确 有印记 还要有可以 标明印记所在的地图 才能发挥作用 玄中子问道 那你 不是有浮光掠影术吗 南宁江苦相 问题就在这儿了 我不能一直维持它呀 玄中子恍然大悟 怪不得 就算唐杰中了费灵散 南宁江他们 也不能无限定位 盖音 浮光掠影术 本身就消耗极大 无法长期维持 正因此 南宁江 也只能过一段时间 开启一次 除此之外 还有一些其他因素 也在影响我们追击 南宁江道 飞灵散 与浮光掠影术的结合 虽然可以将唐杰 当前所在标明 但唐杰狡猾 始终都处在移动中 使得我们很难一直追下去 只能不断调动 前方的势力阻挡 奈何 这些人太过无能 却都挡不住唐杰 他就不会累嘛 这么飞下去 他撑不住吧 五鹰苦笑 嗨 他有穿云缩 怎么可能撑不住呢 这次被坤墨秋之初 便大肆洗劫各地库房 也不知得了多少宝贝 代步工具对他而言 不过是小事 光是我们这边查到的清单 就有测可查的各类飞缩 宝船 仙云 唐杰手上至少有数十件 零食无数 若是放开了让他飞 他能飞上几十年 都不带些气的 玄中子听得 哑然 我们再次费用 当时 了 都不知 我们再次费用 全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